他到底做了什麼,實際上就是這個標籤,有沒有 一個這個Span的Style,然後Style裡面就會有這些 什麼FoneFamily,然後是標凱體 FoneSize是這個 當然你自己打上去可不可以,也可以啊 只是說你用這個工具,他會自動幫你產生 自動幫你產生 不過比較高階的,就是說你初期的那個設計者就是用工具 那比較高階的設計者,他隨時也可以怎麼樣,自己在這邊做修改 也就是你改這邊跟改下面其實是一樣的 那你可不可以直接從這邊改,當然也可以啊 你如果希望的字放大的話,你可以從這邊,我要改 因為在這個字大小裡面的只有多少,24跟36 那如果今天要改,這個格式大小是32,當然可以啊,直接從這邊改就可以了,你把它Safe一下 然後呢,再點底下一下,你會發現字就放大了 上面下面是一樣的,只是說外觀 跟內容,這個是背後的東西 那當然呢,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當然還是 就是說呢 初期還是學下面的,慢慢的可以再 改那個 這個分割的部分 那分割完之後,最後可以怎樣 自己看程式碼 如果你這個程式碼都看得懂,而且很 得心應手的話 哇,那你是高手啦 那也就是說,其實很多地方呢,都 需要設定到這些程式嘛 所以我們很多地方,在設計網頁的時候呢,都要看得懂這個裡面到底寫什麼 所以如果你初學者,當然是不行 可是呢,如果你哪一天你突然看得懂這個 網頁的程式嘛 而且可以很輕易的修改它的話 那你要成為一個高階的這個什麼技術人員就很容易了 什麼都難不倒你了 還是恢復成這樣子 來 學習 OK,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再來看一下 第六題的部分 第七題 第七題的話呢 將表格右方 儲存個第二段文字 就是這個 2005年的這個 4月30 登向大聯盟 向 右縮排 所以特別注意,它第一個要做的就是 縮排 而且要是向右縮排 縮排在哪裡 一次 縮排一次 一樣新增行列樣式 所以剛剛同學說,現在行列要是到底增加什麼 其實就是在那個程式碼裡面增加 那大小16pt 粗體 顏色的話什麼顏色呢 紅色 RGB OK,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地方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要縮排 所以縮排的部分的話,請你把這個字先做選取 把這些字怎樣,選取起來 選好之後的話呢 這邊有沒有縮排呢 其實沒有 請你切到HTML CSS沒有 所以請你切到HTML才會有 這地方特別是HTML 裡面就會有一個縮排了 有沒有凸排 縮排在哪裡 縮排在這裡 所以機關是躲在這裡 所以你如果說 這個還是要考一點點你的記憶力 OK,那這邊的話呢 縮排在這裡 一次,所以你按一下 按一次就好了 現在位置在這裡 什麼叫縮排呢 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 縮排一次呢 他就向右 跑一格啦 那個縮排有點像是按一個TAB鍵 TAB 那個縮排你如果握得熟的話應該就很清楚 所以你如果握得不熟的話 請把握得也把它學一下 OK 好,那縮排完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他要做什麼 新增行列樣式 那新增行列樣式又要再切回到CSS 行列樣式只有在CSS裡面才有 所以 CSS 有點像是你外觀長什麼樣子 就會在CSS 做一些進階的設定都在CSS裡面 那用這個地方點下去 目標規則呢 新增行列樣式 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那字的大小是 先 他這邊的話呢 先什麼 先要我們字的大小 16PT 所以這邊的話選擇16 PT 然後的話 16PT出體 OK然後字的顏色的話呢 就紅色 紅色的話 緊 F 00 OK 按Enter 好,顏色的話就套空上去了 那 還有沒有 沒有了 OK 所以就 照 這樣的方式做了 OK 這樣來的話呢 接下來呢 就是在 第八題 第八題的話呢 就是什麼呢 新增 一個段落 將第二段 文字後方 並 新增一個段落 新增一個段落 就按Enter 於第二個段落文字後 並將Data 放在這個底下 所以首先的話呢 這邊按一個Enter 段落就出來了 Enter 然後把什麼Data Data在哪裡呢 Data在 這邊有個叫Data的一個文字檔 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把它選取起來 按什麼 複製 Ctrl C 然後再 切過來 把它貼上去 Ctrl V 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它還要做什麼呢 貼上之後 再設定 為什麼 項目清單 所以項目清單 很簡單 把這些字 怎麼樣 選取起來 之後的話 項目清單在哪裡呢 這邊沒有看到 項目清單 對不對 請你切到 HTML裡面 HTML裡面呢 就會有個項目清單 可以把它點下去 項目清單就出來了 好那這樣的話呢 就把它 Safe Ctrl加S 然後再加F 12對不對 就可以看到 最後的結果了 好那 各位看到 最後的結果就像這樣子 王建民 他的名字 然後呢 他這邊有一個重要的 祭司 就是他登上大聯盟 然後他講一些話 上面就是他的一些 相關的什麼呢 精彩的一些 畫面 OK 那這邊有一個 聲音檔 那理論上這個應該是有一個 有一個聲音 有一個影像 有沒有 然後呢 王建民就在這個地方 那他的版型 當然主要是針對那個 八百乘六百 所以呢如果說你的解析度 剛好八百乘六百 會比較剛好 那因為我們這個解析度比較大 所以旁邊會多出一些空白出來 另外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放在手機上面的話 就不能這樣排版 可能上面要再切一下 變成要長條狀的 或者是你要去想說 如果今天是 手機 智慧手機是什麼版型 那平板電腦又是另外一個版型 諸如此類 讓他排得很整齊 OK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最後做出來 就要長這個樣子 你就等於是做出來 OK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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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